外星人不讲武德 这部明日边缘可以说是这些年来最有意思的科幻大片 先看看曾经英俊潇洒的谍中典阿汤哥 已经被外星人打成什么样了 狼狈不堪 苦大仇深 生无可恋 那这些外星人是怎么打的 这也是电影中最有意思的核心设定 他们带来了一个时间机器 一遍面和地球人打仗 要是赢了就继续打 要是输了就直接重启独当 太不讲武德了 五年下来几乎扫荡了整个世界 现在只剩下三个能打的国家 美国 俄国 还有中国 这帮外星人靠着不断独当 欺负只有几千年幼灵的人类文明 这好吗 这不好 更可怕的是 人类并不知道时间机器的存在 眼看着只有死路一条 但转机来了 一个被称为凡尔赛天使的女兵 带领着前线战士 出人意料的获得了首胜 而作为军方代言人 天天在电视上忽悠世人 联军有多强 我们一直在赢 劝外星人耗自伟之的男主 马汤国立刻站出来说话了 城区方研究出了魂元异形机 奖天使就是穿这个衣 上午杀掉几百个外星人 所以大家赶快参军吧 明天就是最后一仗 结果报应来了 马汤国被直升机紧急调往指挥部 前线指挥官把他找过来 我感觉你对魂元异形理解的不错 那你明天就上前线 好好给那帮新兵示范示范 大哥我就说说你可别当真 刚说完 他就站起来了很快啊 跑了 然后 这个曾经的大宣传官还是被当作逃兵 送上了前线大本营 军官把他押进一个小队里 跟这帮健身房出来的下等兵一起 准备明早上战场 果然这里人人都不待见他 你不是挺能说吗 来切磋切磋 第二天一早 士兵们就开始穿魂元机甲了 马汤国也看着这帮自己忽悠来的神经病们 耍着五连鞭 但他很是慌张 这玩意儿上战场能有用吗 果然刚飞到前线 机舱就被炸开了 直接就挂掉几个 刚才还嬉皮笑脸的队友 就跟下饺子一样被扔下飞机 马汤国也掉到海滩上 还没缓过神 一个胖队友就直接遭遇了降维打击 战场一片混乱 敌人还没见着 队友都快死完了 什么五连鞭 全是胡扯 但他一开头 竟看到那个传说中的天使 还是他厉害 一会儿已经解决了好几个敌人 打完两人还对视上了 然后 摔了还没两秒 就这么没了 很快 一只外星人朝他扑了过来 马汤国慌乱中打开武器 竟然击杀了一只 他兴奋的笑了起来 但另一只又发现了他 而且还是这蓝色精英怪 但没子弹了 又扑了过来 马汤国拿起炸弹 同归于尽 他一醒来 又回到了刚被抓来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军官又来了 而且说的话 还和昨天一模一样 把他带进兵营 马汤国甚至还知道 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就这样 他又一次上了战场 机舱被炸 胖子被砸 战友死光 不过这次 他还记得天使 把他救了下来 但自己却中弹了 这次又回到了昨天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赶紧劝军官取消计划 他知道明天战士们全会阵亡 这仗根本打不过 他甚至把军官的台词 都给说了出来 来到小队 把队友的名字也一一爆出 而且还知道 他们在偷偷打牌 队员们都看懵了 马汤国一看大家被震住了 赶紧继续解释 然后 这一次 他救下了那个死胖子 结果自己也死 又来了 他把胖子救了下来 自己也活了下来 朝着战场上的天使而去 就这样 马汤国明白了 只要自己一死 就能直接毒打 而且还能保留上次的记忆 他就好像进到了一款游戏里了 这个曾经的嘴炮王 瞬间超越了 课金玩家和开挂玩家 成为了卡巴克玩家 正在一次一次变强 那这魂元一行五连鞭 真的能有用吗 果然 他经过一次次尝试 把凡尔赛天使救了下来 他也知道哪会耍怪 熟练的击杀着外星人 甚至还知道 眼前的飞机就要炸了 劝他赶快走 但天使好像看出什么来了 放下刀 直接告诉马汤国 啊 啥意思 马汤国再一次醒来 回想起天使那句话 什么情况 这是刷到游戏的新剧情了吗 然后又被军官带回兵营 但现在他已经轻车俗路 特别淡定 也懒得跟这几个瓜皮NPC废话了 眼前只有一个想法 赶紧去找天使 他很快发现一个6号的机会 趁着体能训练的时候 悄悄翻滚到路过的车型 然后 没事 再来一遍就好 终于他见到天使了 但很明显 这会儿的天使根本不认识马汤国 还想把他撵走 他解释道 是明天的你让我来这的 果然天使一听 态度立马转变 直接把他带到了一间秘密实验室 还请来了一个物理学博士 然后就到了整个电影剧情的关键点 博士开始解释了 外星人分为三个等级 高级的叫阿尔法 正是那个蓝色精英怪 最顶级的则是外星人大脑 欧米格 拥有重置时间的能力 而触发机制是 只要阿尔法一死 欧米格就会将世界 重启到24小时前 原来马汤国当初 就是因为杀了阿尔法 爆炸后 被他的血液流入体内 才拥有了同样的能力 天使之前也是如此 卡出了bug 所以靠着不断读挡 打出了人类首胜 但后来一次意外 他没死成 大量失血后被救 失去了能力 那这么重要的信息 赶紧告诉上级啊 天使又解释了 他早就试过 根本没人信 他会被当作神经病 眼前只有他们三个 知道这件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要想赢得战争 必须靠你了 马汤国瞬间蒙了 难道我已经变成救世主了吗 是的 你现在就是个阿法 奥米高会一直试着 通过神经网络来练接你 所以总有一天 你也会感应到他在哪 那接下来 你就要带着天使杀过去 所以我以前就是个嘴炮 这么多外星人打不过啊 然后马汤国就开始了 死亡特训 必须把五连变 变到实战水平 一变又一变 只要受伤 就果断爆头重启 于是脊椎断了 被撞飞了 退折了 就这样 虽然循环了好几十次 但也总算慢慢变强了 终于再一次死后 他感受到了来自奥米高的信号 赶紧来找天使和博士 告诉他们 奥米高在一个大坝里 第二天 马汤国就带着天使展开了新剧情 再回战场 准备一路杀过去 但这个战场可真的是最高难度 他们两人不断尝试 不断重启 一遍遍战死 又一遍遍研究 但就是怎么着也过不去 而且不论马汤国还是天使 只要有人一死 就得直接回新手村 昨天的剧情还得再刷一遍 中途连个存档都没有 真的要疯了 又一次重启后 马汤国已经生无可恋 直接溜出了军营 上酒吧喝酒去了 这是想要回归平静生活了吗 但战争没有结束 你能跑得掉吗 突然防恐警报响起 马汤国出来一看 外星人已经打到城市里了 人类一败涂地 他再次被击杀 没有办法 马汤国也不得不带天使重回战场 继续刷怪 继续重启 终于两人可算是有了一点进展 经过一番苦战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剧情点 但在这却出现了一个致命问题 小屋里他重启过无数遍 可不论怎样选择 天使就只能活到这 再也找不出任何办法 看着他曾经和自己共同努力 而现在又得一遍遍死去 马汤国绝望了 因为他也早就在这轮回中 刷出了感情线 甚至是关于天使的各种细节 咖啡几勺糖 真名叫Rose 无奈的马汤国最终选择单刷 再度重启 独自一人厮杀战场 苦大仇深 生无可恋 来到小屋 开直升机 抵达大坝 但没想到的是 这是不讲武德的外星人 设置的陷阱 他们想让马汤国大量失血 从而消除bug 雷 骗 雷 偷袭 他一个轮回了几百次的老年人 这好吗 这不好 差点就前功尽弃 好在马汤国成功自杀了 再次醒来 他直接找到博士说明情况 然后又获得了另一条线索 在军方总部里 有一个可以链接到Omega的装置 就是因为指挥官不相信博士的研究 被锁起来了 终于马汤国和天使又可以开始下一张剧情了 军方总部 然后面对这个顽固的老指挥官 想取走链接装置 他们也是要一遍遍的尝试 但总算抢到手了 王腿上一插出现了 现在的Omega真正的藏身地 是在巴黎的卢浮宫 但是车刚开出来 军方的机甲就砸翻了他们 两人昏倒在车里 马汤国失血过多 在医院里被输了血 从治能力没了 这下两人可真的就只剩一条命了 但没办法 博浮宫必须得去 他们决定找那帮队友 一起开荒最后的剧情 深夜的兵营里 马汤国在无数次轮回中 早已攻略了所有的NPC队员 他说出了每个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 并亮出凡尔赛天使这张王牌 终于所有队员都选择了相信他 组成了开荒小队 然后刚飞到巴黎 外星人就发现了他们 防空炮打中飞机 队友们被一个个空头下去 马汤国为了掩护天使 跟着飞机一起掉进了水里 爬出来后 魂元一型机甲也没了 重新找回队友 马汤国决定驾驶飞机残骸 直接冲进卢浮宫 而生还了另两名队友 选择电后给他们争取时间 果然飞机一启动 无数的外星人如潮水一般涌出来 地上的两个队员直接自爆 为他们挡住了大部分敌人 飞机在地面滑行 经过一场恶战之后 两人终于冲进卢浮宫 但刚进来就有一只阿法挡住了去路 可千万不敢打他 再重制一次就彻底没戏了 天使决定去引开他 让马汤国炸掉奥米格 现在两人肯定是回不去了 天使知道 好为了这一切 一定是带着自己 经历过千百次轮回 最后亲吻了他 直奔阿法而去 马汤国带着一把手雷走到水边 眼看着天使被阿法干掉 毅然跳入水中 游下奥米格 但还是被阿法吹上来刺穿了身体 不过手雷已经扔了下去 马汤国早已拉开拉环 大脑被炸毁 所有的外星人也都瞬间死亡 在水里的马汤国 慢慢被奥米格的血液包裹 神奇的一刻又来了 马汤国再次重启醒来 但这次不是在兵营 而是在更早前的直升机上 结果一落地就看到新闻报道 早上巴黎发生了一起大爆炸 所有外星人都丧失了战斗力 人类就这么一脸懵逼的赢了 而这个时间点 是在马汤国见指挥官之前 所以他没有被派往前线 也不是逃兵 依然是那个大宣传官 但这样一来 也不会有人知道 他那千百次的重启轮回 他早就从那当初的空口嘴炮王 成长为身经百战的救世主 这样的马汤国 才真的算是 魂缘异形机甲的终极大师 可以真正的回归平静生活 而他最后以军官的身份 再来见天使 可这个天使压根就没见过他